你好 大家好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刀狼 其实他只有初中的学历 但是他却唱出了连教授都难解的谜题 林袍这种艺术文化的发展 靠的不仅仅是一张文凭 可能很多人以前也听说过方文山 菊花蚕满地桑 这六个字就很宋词很中国风 周杰伦的御用天词人 他也是没有读过多少年书 他的资料公开显示 是台湾的一家职业高中的一个毕业的学生 知识是学出来的 智慧靠悟出来的 靠别人教都是千篇一律 只有靠自己悟才是真正的奇才 说起从未上过大学的方文山 他作词的青花词 在2008年 同时被江西和山东省 同时录用高考的试卷 并且在2015年青花词也被北京大学自主招生录用考卷考察考生 很封刺吧 这个居然用一个高中毕业的这个作词 作者啊 他的词来考核未来的这些大学生 那我们再说一下 只有初中学类的这个韩寒 他是中国作家 导演赛车手在1982年9月出生的一个上海的一个小镇 在2010年韩寒登上美国这个时代周刊的封面 同时与这个奥巴马 比尔盖斯一同选入时代周刊 这个全球最具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啊 很厉害吧 作为一个还是很年轻的一个一个一个80后啊 再说这个文坛的老阿姨琼妖 他当年在1957年第一次高考落榜 1958年7月第二次落榜 他决定不再参加高考了 继续创作他的写作 但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没有错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作家 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同时也摆脱了自己年少时的这个自卑 大学他是培养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和更多高级打工在的一个地方 并不是说现在的大学它不够高个精尖 只是说现在的大学的教育体系 太过于千天一律 过于僵硬化 缺少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土壤 更缺乏自我突破于创新的环境 我们是从大学走出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走出来之后 发现我们真的缺少创新和更多的创新的这种能力 科班出身的艺人往往都非常的重视这个传承艺术 并不是传承不好 但是他更多的去注重传承 往往忽略了这个创新与进去的这种精神 我敢说大部分科班出身的这种音乐人 是不太敢打破这种常规 唱这种鬼怪的这种聊斋的这种鬼调 只有刀狼他借用这种鬼怪进行说教 也没有人去敢唱那送葬的晚歌 只有刀狼他唱出了看破生死的这种洒脱 没有人会在音乐中思考人类的未来 刀狼呢他却亮出了底片将秘密告白 也没有人去关心那南克路上的勇士孤魂何处 只有刀狼用歌声为他们祈祷上天的眷顾 没有人思考黑白颠倒人类的问题 只有刀狼他搬出了乌伊特斯坦来揭秘 没有人点破虚幻的画壁 只有刀狼想打破世人在虚幻中的沉迷 是看淡了名利还是忽透了玄机呢 创造出这样的山歌料灾 确实引起全世界一片哗然 总之在未来几十年的乐坛属于刀狼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音乐是一种能够跨越文化年龄和种族的通用语言 它能够触动人的内心给人带来安慰和启示 它不仅是一种音乐的形式 更是一种表达情感和思考的方式 它的音乐作品可以激励人们追求自己的梦想 敢于面对生活的各种磨难和各种挑战 刀狼的音乐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 也是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 在当今这样的社会我们应该感谢有刀狼这样的音乐人 创作出更多的音乐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力量和积极进取的这种精神 感谢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